欢迎来,姐妹 今天是大年出一 恭喜恭喜 恭祝大家一元伏此,万丈更新 在天主之内,日新又新 不断做新人,穿上基督 过年当然要讲得好东西 于是为大家选择的圣经金句 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 说什么呢? 就是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 认为样样都很好 过年一定要讲一些意头的东西 好的东西 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 如果我们说错东西 兄弟姐妹说错东西 如果不合适的东西 就立刻面都混合 就要掃地 都要向内掃,不可以向外掃 掃所有东西出去 其实我心想,它是垃圾 掃出去便好,不是的 是意头 好了,讲一些意头的东西 公众大家新壮力见 龙马精神 做生意的一本万利 读书的学业进步 女性的青春常驻 还有个个合适的 心想事成 讲了这么多很意头的东西 不过,其实大家心底都知道 这些都是一个讲字 真的吗? 讲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真的这样也可以 这个世界就不会现在这样 一本万利 即是做奸商 谋取暴利吗? 青春常驻 怎会? 难道时间停下来吗? 但是原来我们有信仰的基督徒 就不需要这些意头的说话 为什么? 因为天主创造我们 天主看见我们 觉得各样都很好 这个宇宙万物 以至我们每一个人 在天主面前都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 只要学会天主的目光 去看一切 看我们自己 我们都会看到很好的 不需要这些好意头的说话 我们因为天主的眼中 学习到这种目光 我们会对自己有自信 会有自爱 会爱惜自己 会看重自己 会自重 但又不会自大和自卑 为什么? 因为一切的美好 不是我的 是天主给我的 我懷着感恩的心 赞美的心 去看到我的美好 内在这份美好 因为他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在世上 维持着这份 与天主爱的关系 学习从他的眼中 来看自己 来看我旁边的家人 我所拥有的一切 我要做的一切 即使逆境顺境 其实在天主之内 各样都是好的 天主看了他曹的一切 认为各样都很好 创世纪 一章三十一节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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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COM